都還沒出來 通通沒有 報紙都已經出來了 你們只有給 後來再給 用邱宇委員的質詢才全部給 隔天 不是 禮拜四給的 我們各位連絡人也在 你們的連絡人你可以查看看 這不是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我是認為 同樣都是委員 而且應該同樣質詢同樣的議題 不要混這樣大小 沒有 我們當天給過 主委 這不是我的重點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求剛剛主席財事的東西 委員會也應該一併給委員會 所有同仁 而是不分顏色不分大小 我認為這是一個必要 另外我對今天的主席 事實上主席是我很敬佩的一個政治前輩 但是我認為對他很殘忍的 很多都有職務的人都在逼我們主席 去招委去財事什麼東西 也沒有跟他安排什麼職位 也不讓他選 然後又要逼他做事 做工做苦工還要被罵 你看這樣的這樣的 這樣的招委 多麼辛苦 還有最後本屆最後一次廢棄 還要替國民黨這樣做 真的是 立法院的經紀委員會變成 中國國民黨立法局的支黨部啦 所以我認為是 真的是要開始要執行這些 我真的要替 我們招委講幾句公道 沒有那麼嚴重 感謝 另外呢 主委 我認為剛剛有很多委員提到 故意 模糊 焦點的 生計條例 說什麼是蔡英文主導 主委 生計條例您也是連署連之一喔 是的 當初是蔡英文卸任行政院副院長嘛 對不對 是通過就是七月了包括我們在座的國民黨的 副主席或是 這個是王院長提的 漢字他們就是硬要把他說是 蔡英文主導 整個生計條例通過 這第一個時間點的不對 第二個 主委 您的報告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台茂生計 並跟國發 基金沒有投資關係 對不對 對 國發基金沒有投資台茂 連同台茂生計創業 雖然國發基金有核准 但是他並沒有成立 對不對 對的 這是你白紙黑色寫的 是的 換句話說 台茂根本沒有拿國發基金的錢 也沒有 實際 跟國發基金有任何關閣 對不對 台茂沒有 好 那另外 第三個 剛剛很多朋友 很多我們同仁說 啊怎麼不解密 啊怎麼 他這三年在幹什麼的啊 這三年 你可以解密啊 他為什麼挑圖圖在這個時候 這三年半來 已經快要下台了 你現在提這個要解密 那行政院在幹什麼的啊 而且 主委 是 在您上任這個經監會主委之前 既然講得那麼不堪 要把他引射 說什麼是怎麼打算的連鎖或是用一個某個案來引射 欸很奇怪 主委我要請問你 您上任之前 你們九十九年 三月二十六號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還投資國發基金 啊 投資這個 雨昌 一點三七億喔 是不是 那如果說 那麼不堪的話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還投資呢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投資了二點六四億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去年 才投三月二十六號 也投資了一點三七億 是的 那好啊 那你說 講得那麼不堪 是那個 這個 江英文A錢 那怎麼國民黨執政的時候還會投資呢 這很奇怪啊 這個邏輯根本不通啊 那另外有一個主委 是 國發基金投資 雨昌之後 獲利多少 現在他的進值大概四點五到五塊之間 就是十塊錢一股 那現在所以大概賠掉了五十幾趴 那然後可是他現在因為去年上新貴 那上新貴的話現在的股價的價 價格是三十五塊左右 這是股價啦 好你是講現在的價格 我跟現在的進值 好 我就講十一月的進值 十一月 平均進值大概三十七塊左右 他不是進值 股價 好股價三十七塊 好對 金貴的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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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三十七塊 那好他進賺從投入的 投入的這個錢 大概 整個投入內大概 呃 十四億 整個投入四億 對不對 民進黨國民黨只真的投入四億 如果再乘以他這個三十七塊二 均價 最起碼賺了十億多啦 呃 潘委員這樣子的算法會有問題就是說任何一家 那好 如果不用 如果大股東在賣的話那他股價馬上就下來 對如果我是講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如果十億均價好不用三十七塊用你講的三十五塊好了最起碼賺個八九億吧 那國發政府投資的是不是有賺錢有沒有 很抱歉真的不能這樣算 因為就像如果今天張中某宣布說他要賣台積電 那台積電今天的價錢就下了 有沒有賺錢嘛 我認為 以禁止來講是沒有是虧掉五成 那這個這個很方便 怎麼會虧掉五成呢 因為禁止 就是十塊錢一股那現在 所以我個人認為 所以我就說用禁止也也不準 用股價也不準 所以這個中間 其實現在 而且都是長期性的啊 但是我是用到十一月底為止這個均價 我講這個每一個 你公司的一個銀儀 投資這叫整年度 不是用單一個月 所以我講說從投入到現在 到十一月底為止 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齁 只有這個要講實話啦 另外 還有一個 剛剛主委我是覺得你的答覆齁 有點 有點風險 就當然個人認知啦 利益回避法 或是公職人員服務 這個旋轉條門 旋轉這個門檻 旋轉門這個條款 在公務人員十一條之一裡面 你說 利益回避法 蔡英文有沒有涉及利益回避法 我說這個部分不是由我來認定 剛才只有委員問說我會不會做 我說我不會 好 我沒有對這個 因為我想不是由我認定 那 那好 因為大家爭議點都在 這個公職人這個利益回避法 蔡英文講的是十四條之一吧 不不不 那個是第二個 我先講公職人利益回避法 利益回避法 他有沒有涉及到公職人員利益回避法 這個我 不是由我來判斷 我剛才也沒有回答 好 那 當你有回答說 涉及違反到公職人員第十四條之一的旋轉門條款 我也不是說 我是說十四條之一 剛才有委員問我說 依據十四條之一 如果是我 我會不會做 我說我不會 那至於蔡英文有沒有 這有沒有違背 我說這不是由我來認定的 那就對了 那好 我要特別跟主委提醒一下 十四條之一 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是要主管機關 行政院副院長並不是這個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是坐在你們旁邊的經濟部啊 所以說 這是漸漸漸漸的 將來在法律上 大家讓法律來攻防 我是認為 不應該 妄下註解 因為十四條之一裡面寫得很清楚 主管機關 是這個 回復 潘委員 我想這個有沒有違法 這個不是由我來認定 可是我這邊要提出的另外一個 敘述 事實 就是說我們國發基金 依據我們的運用辦法 就是本基金的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 這是 第三條 就是行政院國發基金 收支管理 收支保管機 運用辦法 第三條 我們的 我們的主管機關 行政院的法定代理人士 蔡英文嗎 而且國發基金的 國發基金的 的這個主管召集人士 經濟會主委啊 那這個公司 航號的 主管機關 公司的主管機關 就是經濟部啊 那怎麼會扣上呢 所以我認為 我沒有扣上 我只是把這些 我不是講你扣上啦 我是講 別的委員 在套你的話 讓你跳 讓我這樣合眼嘛 就這樣一個狀況 主委 我要提醒你 2007年的9月26號 天下雜誌寫得很清楚 我認為 一個擔任救火隊的人 居然要被批判的 這樣體股環 如說怎麼 約錢 2007年的天下 很清楚 最後 他們還 網柔的談判高手 如果蔡英文擔任董事長 去網絡 他是何大一 包括 翁企惠 是他們拜託他來 去擔任 談判代表 而且 他是擔任救火隊 翁企惠現在中原院院長何大一都講得很清楚 如果 只是短期 獲利切忘卻 原來的 變領的目標 那都不是我們要做的 而且他還 贊賞了 蔡英文的正直 綜藝的形象 被參理科學家認為 金銀生技產業是必要的 當初是拜託他來 擔任救火隊 現在把他批的一文不值 所以我認為 主委 這種東西 固然我們尊重你們的專頁 尊重你們是 技術官僚 你也是一個專頁被領出來 但是 總是 今天我們很遺憾的 在立法院 最後一個會期 最後 本屆第七屆 最後一天的委員會 居然是變成一種 行政立法 合演的一出 批鬥大會 而且 是因為行政立法之間 彼此之間 唱雙王的一種 一種一種 批鬥大戲 實際上我們感到比較遺憾 我當然支持 民進黨絕對支持 涉及部法 什麼調查權 怎麼移送 我們都支持 但是 我們反對 針對個人去 冷犯救草的 這種政治操作 謀黑跟造謠 企圖來影響 整個選情 這是我們認為 我們沒有辦法 接受了 而且 用 不實的 或是用 個案 來影射 來來來這樣 我認為 這種欲加之罪 何犯無辭 另外 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說 委員會裡面 要去做 什麼調查 移送 我認為在 馬英九 任內投資 中華 航空的私募基金 也是在國發基金在你們任內 投資的 包括過去怎麼投資的 世界大進 或是紅海 或是 台積電 等等 這個都要全部啊 你不能就針對單一個案啊 我也在這邊提案啊 我也要求 這個要全部 只要國發基金投資的 都要公佈 為什麼 只有 針對單一一家呢 我認為這裡私之功勇嘛 所以認為 今天 立法院 扮演的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而不是一個批鬥的角色 所以我認為 在這樣當中裡面 我們 事實上是 已經三年了 三年半了 你國民黨還投資 然後再罵 辱罵民進黨 這多麼沒有道理 三年半了整個行政團隊在睡覺嗎 整個三年半的行政團隊在幹什麼的 所以我認為 這有 這真的說不過去 完完全全的那種政治操作 所以我認為 也攔為了你們這些技術官僚啦 所以我還是要代表要講一下 這當中裡面 只要誰設計不法全部移送好辦 我們都支持 但是 不是這樣一個單一個案的政治操作 這絕對不是人民之福啦 那另外我還會比較遺憾的 還有再三再講的 整個台灣因為氣候異常 龍損那麼嚴重 那麼為什麼經濟委員會不敢馬上趕快排 對於龍損 或是老龍經貼排入的一個專案來報告 或是對於整個 國發基金投資在 或是 世大基金庫盤 這當中裡面國發基金庫盤 戶了哪些盤 戶了哪些公司 戶了特定的公司 或是整個經濟變 怎麼因應歐債危機裡面來做一個處理 這就我們沒有看到 執政團隊去排這個 反而要求經濟委員會的招委 淋淚這個招委 讓他硬是硬是排這個議程 這實在是我認為 有失公民 這一點我要特別 要代表要講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